一轮对话讲话 这个讲话从这个礼拜开始就开始预热 那这个讲话终于也出现了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周四表示 美国对华政策没有表示 还没有表示 还没讲话了 说了说了说了 已经说了吗 耶伦说在美中关系上安全是最重要的 即使美国需要为此做利益上的权衡 也要确保免受 中国威胁 他是预计在4月20日 在这个华盛顿耶和霍普金斯大学 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讲话 那他在美国财政部提前公布的这个演讲 摘录中就强调美国的这个一个立场 就是拜登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已经准备在经济上付出代价 以及美国不会在安全方面 对中国做出妥协 这个预热了大半个礼拜的这个讲话 概括了于中国打交道的三个重点 第一美当局将捍卫国家安全利益 并对中国的行为表示关切 寻求健康且公平的经济竞争 致力于参与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 债务减免的问题 叶伦在讲稿中还驳斥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强国 并导致国家间冲突的预测 他说关于美国衰落的声音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但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国已经多次证明他有能力适应并重塑 以面对新的挑战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叶伦还谈到美国对中国扩大对国有企业和国内私企的支持 以主导外国竞争对手 以及中方盗取知识产权等行为感到不满 叶伦也强调拜登政府并非试图采取行动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说这些国家安全行动并不是为了使我们获得竞争性经济优势 或是扼杀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现代化 他又强调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责任共同合作 重要的是无论两国是否有其他分歧 我们都要在全球问题上取得进展 这也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所都需要的 那么应该是还没有讲话 但是他的沿江稿已经公布了 这个是四平八稳的一个外交表态 没有太大的心意 给美国人打打气 当然对中国呢 他怎么去表示他的一个善意呢 他讲是说我不是扼杀你 我不是不让你发展 但他没有讲的一句话里面隐藏的就是你的发展不能超过我 这是里边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核心 对你来评论一下 和平先生对这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一个Erik点到了一个最根本的所在 就是曾老大 这就是有病也有病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我看见的中美不是曾老大的问题 而是各有所长各自发挥的问题 因为只有各有所长各自发挥这两个大国如果真正合作在一起了 那么或者是良心竞争也可以 当今世界真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这很可惜这两个国家现在在傲气了 一个国家说我什么时候超过你美国 一个国家说你超不过我 哎呀你们吹牛也无所谓 但是呢你们在做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令人觉得是美国整天就制裁中国 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我现在都搞不清楚 我就建议他们刚才成立个制裁部 因为其实商家不也头痛你知道吗 你发了这个制裁令之后啊 实际上他有很多的华卫英那个华卫英就是说你可以 报备呀 你可以通过我呀 所以你们看了去年前很多制裁令其实搞了半年都批准了 或者多数批准了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说 政治上的话呀 哎呦可以讲的很多就是一个片段话 讲给大家听 实际上在真正的实际个人中间 美国没那么狠 中国也没那么狠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彼此的合作对对方是有利的 对自己也是有利的 所以这个亚伦这个部长讲的这些话呀 他是一个财政部长 他是个经济学家 他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官员 他不大会讲这个调皮话 不大会讲这个幽默性的话 但是他的话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他是严肃的 他的看法 大体上表达了美国的政治上的一种情绪 经济上的一种情绪 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核心所在 就是说 中美之间除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外 另外一个是什么叫公平的 贸易环境 那 这就是美国之前批评中国 你国家力量太大 你搞2025还是2022几啊 这个中国制造 你扭曲了这个市场 中国就感觉了 你美国也是这么看的 如果是这样一种扯评 就没完没了 但是我也给大家讲的是 这一些责要都不重要 真正的是 这个讲话最终螺丝到某件事情来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贸易战争 某一些的条款 如果有所调整 比如说 亚伦这个 能够去北京访问 根据我的了解 中国方面现在是采取一种冷战的姿态 冷战我们打眼后 就是说你来电话我根本不接 我不接你 从这个印太部的司令部 到国防部 到这个参谋的联系会议主席 到这个财政部长 到国务卿 到商业部 原来商业部长 雷蒙多要去中国访问 现在都没定下具体的日期 亚伦部长要去中国访问 中国根本就拒接了 然后这个布林肯也是拒接了 你这样再搞下去 我觉得 何时到头啊 你真的是搞一场冷战吗 我相信北京绝对不会这么想的 北京还是希望 想搞好美国的关系 但是北京也在想一个问题 你天天给我一个大棒 你给我一点胡萝卜我就来了 对吧 所以现在就看谁给学习胡萝卜 那么今天同时发生两件事情 一 刘建桃 建了这个伯恩斯 让伯恩斯大使进入了某一种中共的官方的这个事情里面来 这个呢 这个亚伦女士发表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 我认为啊 就是讲了很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话 实际上里面还是隐藏了 这根本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不想给你脱高 我们也不想跟你冷战 我们还是做生意 老何提到这个冷战啊 我又要讲理论了 因为我对现实不太了解 我只能讲理论 大家知道在苏美冷战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 说苏美冷战为什么会开始 是因为有一个杜鲁门主义 就是我们要开始冷战了 这个就在历史上标志冷战的开始 在这个之前有一份著名的叫凯南长电报 5000多个单词的一份电报 从这个 莫斯科打到 他当时打到欧洲 然后从欧洲中转到美国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凯南就设定了一个设一个假设的一个苏联的人设 就是说苏联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和我们合作啊 你不管你对他好不好永远不能合作 你就只能和他冷战啊 这个是凯南定下的一个基调 但实际上你从后面苏联换了领导人之后 这个这个 斯大林死了以后 赫鲁晓夫上来以后 赫鲁晓夫就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他就是希望和美国合作 赫鲁晓夫提出的叫和平竞争 就他不一定完全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你把对方定义为一个完全无法合作的 这样一个伙伴的话 你就只能开始冷战 以我对中国这个民族性 对汉人这个民族性的理解的话 我认为中国这个民族 他的这个文化就决定了他不太对世界争霸 这个事没有多少兴趣 中国从历史上来讲 他就一直希望做一个地区霸权 中国出不了像亚历山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要征服全世界的那种狂人 他没有这个兴趣 而且他历史上几千年以来就形成了 就是说外面的人不要来管我我我修一个长城把你们挡在外边就行了 我对你们那儿的东西也没有兴趣 到外面去去这个做生意啊或者怎么样挣钱 我也没有大大兴趣 我要把我这儿 修这个这个经营成一个 一个一个盛世啊 一个这个 万国来朝啊也好 或者是这个百姓路不十一夜不庇护啊也好 建立成一个人间天堂就不错了 这个是我对中国的民族性的一个理解就是中国本人本身他没有一个争霸的一个 一个心 那么这个时候我感觉就是苏联会 就是苏联 美国会对中国有一个像对苏联一样的一个误解 这个可能是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个冷战的 一个 情绪的基础 或者说对中国理解的一个基础 现在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 也在就是和我讲的差不多 就是说你要理解中国人和苏联人不一样 苏联人他是一个弥赛亚情节 他是有一个想去征服全世界的一个情节 所以中国人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的 这叫不要去把中国的威胁给扩大化 好感谢这个艾瑞和和平先生的补充啊 那么 我哎他这个我发现耶伦对华讲话啊 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 那毕竟呢还代表了这个中中美关系啊 是否能够啊修复能否尽快修复或者是说啊 能不能让中美关系不要再像现在这样啊 病态 可以说病态吧 或者是说不正常的关系能够啊 至少 别再继续恶化下去 也许明天我们做这个 华尔街论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email 因为他这个则要讲出来就是就是给美国一帮大将听的 一帮傻瓜一看啊就这么一个内影是这样真正的里面可能藏在哪个地方有一句话 你说我 下个月就去中国了或者说中国有什么人来了那一点才是真正的 有价值的内影 好感谢和平先生最后的这个点睛之笔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